那现在就有台湾媒体认为说呢 现在民进党方面就是要动用在 台理法机构里面的多数暴力来为选举服务 就比如说呢 昨天就仗着人数优势强行三读通过了 所谓机密保护法相关条文的修改 将来台湾涉密公职人员卸任之后的出境管制期 不仅不能够缩短 还可能由现在的三年最高延长一倍到六年 现在外界就普遍认为说啊 这就是专门要卡马英九和吴敦义 为什么还要专门卡他们呢 这里面是民进党一个大战略 就是要打一个亲美反中的战略 所有的选举完全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那针对马英九跟吴敦义身上来动脑筋 是这个亲美反中策略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我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以往的话以马英九的身份 其实香港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吗 因为香港就本来就不在那些过去的法令的限制范围里面 那吴敦义基本上一直想要去参加所谓的国共论坛 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效果 绝对是对国民党选战是正面有帮助的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蔡英文当然要跟你绑小脚嘛 第一个一定设法怎么样 去把什么机密保护法 因为你的身份去说穿了 各位别以为很压抑 台湾的父子领导人 在台湾基本上哪个基本的机密都摸不到 你蔡英文明明知道这个 吴敦义身上接触不到任何机密 所以竟然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人 你说把他绑起来是为了机密 这个法理上当然说不通 可是政治上老百姓不懂啊 所以卡尼吴敦义制造新闻 就是说我怕你吴敦义泄漏机密 我怕你马英九泄漏机密 就是说你们身上是有很多机密 而且一定会泄漏机密 所以我先预防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动作 完全都根据选战的步调在规划 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机密需要保护 就是拿你们两个记棋 然后来创造新闻效果 最好你国民党来跟我吵 吵了以后我就把这个议题怎么样 给渲染扩大 他现在气势不好 执政很差 但是绿营的没有什么士气 靠这个来动员绿营的士气 让绿营的人愿意怎么样 积极站起来来支持他们这次选举 所以如果你不从选举的角度 来看他们这次行为 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合理 可是从选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觉得哎呀很合理 原来他们在打牌 为了赢这一场牌 什么老千的动作都做出来了